我们今天新增了四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 那从四五九到四六二 那分别是二十多岁的女性 还有二十多岁的男性 跟五十多岁的女性还有六十多岁的男性 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翔宣布 台湾新增了四例境外移入个案 目前以匡列相关接触者进行疫调当中 除此之外庄仁翔再抛震撼弹 表示国内在今天中午左右 接获泰国官方通知 一名从台湾返回泰国的义工确诊武汉肺炎 他在7月21号 7月21号从我国搭机返回泰国 那他给我们的资料是说7月25号确诊 所以我们还不太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病 什么时候的检验 那这块到底7月25号确诊是指 7月25号裁检还是7月25号确诊 所以我们这一块我还在跟泰邦了解 虽然一切仍在厘清当中 但指挥中心表示 以针对证明个案 在台湾的密切接触者展开调查 会先对同住者做隔离 至于证明泰国移工移动足迹 正在疫调当中 也将针对移工宿舍的大清销 而该移工在台是否有就医史 尚在疫调当中 原是喜有儿25度台北市采访报道 在台湾的密切接触者展开调查 在台湾的密切接触者展开调查